大家好,我们是罗亦欧微信营销团队的啊 今天为大家再演示一款我们的防弹手机膜 这一款,认准我们的品牌啊 这个是我们的牌子啊 这个手机呢 我们是,这是我们团队的手机啊 基本上都是每一台都贴了防弹膜的 都有贴 我们今天呢,不测试4,也不测试5,也不测试6 我们测试6plus 这一台 这一台呢,是我一个代理的啊 他跑过来就是当场要见证一下这个奇迹啊 那我们就拿他这一台测试一下 工具不是很齐全啊 什么核桃啊,什么七七八八的那个东西都没有 我们就随便测试一下嘛 把这些我们应有的一些工具拿上啊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随身携带的啊 公司的工具 还有这个永远都少不了的锤子啊 都是很真实的啊 然后呢 我们先从最小的打火机开始啊 最小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瓶水的啊 这个力度啊 可以参考一下这瓶啊 这个小打火机 没问题的 这小打火机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这个打火机呢 这个打火机就有点不正常了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是我们平时用的J捧啊 这个是不正常的打火机 很不好拿 太难拿了啊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测了啊 烟灰缸 公司的烟灰缸 都是真实的烟灰缸啊 炸的很用力啊 而且这个烟灰缸的覆盖面啊 这个覆盖面已经超出了 我们手机膜的一个一个一个面积啊 因为我们这一个边缘是有一点是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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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保护的啊 已经超过了 但是呢 外面也是没有受损的啊 这手机还是 很新的啊 这个就是 烟灰缸杂 然后呢 这个手机膜我要在这里跟大家澄清一下啊 这个手机膜呢 它不是说让你们买回去砸手机啊 扔手机或者是各种挑战啊 这个手机膜主要的作用就是保护你们的屏幕啊 平时生活日常中的一些失误啊 或者是不小心啊 都很轻松的完完全全就是完全可以抵挡得住的啊 非常猛的一个手机膜啊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手机 为什么不让你们去乱砸手机啊 不是说我们的膜不行 我给你们看一下这几台手机 这几台手机呢 我给你们看看有什么区别啊 大家看好 看好有什么区别 来我们从第一台开始 这一台啊 是转不起来的啊 这是第二台 第二台跟第一台有什么差距呢 都是5S啊 背面都是没有贴膜的啊 背面都是没有贴膜的啊 他这个后面也是啊 来我们看一下 你这张这个有贴膜是吧 我们把膜一起撕掉啊 这台手机 把膜撕掉我们再测试一遍 这台手机的膜我们也是撕掉了啊 然后呢 先第一台啊 这是第一台 完全是不会赚的啊 这是第一台啊 记住 来第二台 第二台它是什么样的啊 背面完完全全是没有没有贴膜的啊 看看有什么差距啊 大家大家可以试一下你们自己的手机啊 为什么他会转 因为这一台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啊 每次每一期的宣传片都会砸他啊 这一台已经是弯掉了 弯掉了 他才会旋转的啊 这个大家这个原理这必须要懂啊 就是没有做任何手脚 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台啊 第三台啊 背后也是没膜的啊 这台 这台也是没有弯的啊 这台手机是没有弯的 也是正常的一台手机啊 这台呢 这台呢 就是我私人的手机啊 上一期的宣传片也给你们做过实验了 砸的也很凶啊 然后我们看看他现在是什么一个效果啊 大家看清楚来 大家看清楚 只有弯的手机他才会旋转啊 我们背后 我们的背后也是没有贴膜的啊 然后这个位置已经被我们砸突出来了 大家自己看啊 我们砸的那个力量是有多大 直接把一台手机给砸弯了 而且这边摄像头是突出来的啊 突出来的 这边已经比摄像头还要还要突出来的 摄像头已经等于就是缩回去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砸的有多凶啊 他受伤的都是受伤的都是手机啊 屏幕他是贴了我们的膜啊 屏幕是不会受伤的啊 这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不然因为我们卖出去很多手机 很多手机膜啊 客人都是拿去用来砸的啊 这个是不对的啊 你要为了达到宣传 你砸一次啊 为了达到宣传的力度就行了啊 我们再看看刚刚砸的plus 刚刚砸的plus 我们的力量不是很大 好像忘记拿锤子杂了是吧 刚刚我们没有拿 我刚刚这一台没有拿锤子杂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一台这一台没有没有弯啊 背后也是没有背后贴膜了啊 这什么这什么什么烂膜啊 这个是 哇这膜真恶心 看看 这膜不是我们家的啊 这个膜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 这个做工这个质量 尘不忍睹 等一下 什么鬼模啊 现在呢 看一下这一台会不会转啊 这一台也是不不转的啊 证明这一台没弯啊 要不要找 好那现在 那个我们刚刚漏掉了一根锤子啊 力不可少的啊 刚刚已经忘记砸了 我们现在 那个 测试一下 这个锤子啊 能不能测试到它的力量啊 大家 以这瓶水 做参考 我们的力度啊 来 这个力度啊 因为刚我保证它会碎啊 这个力度 我们的力度是完全没有做任何技巧的啊 这根锤子也是 真实的一根锤子啊 也没有做任何手脚的一根锤子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手机 绝对不会出现爆屏破屏啊 磨呢 我们用盾器磨绝对是不会伤到啊 有有有的客人他拿回去锤子砸了杯子砸了烟灰缸砸了什么东西都砸了觉得我们这个磨太神奇了 他拿了一根钉子拿了个锤子直接敲进去直接把手机敲了个洞 这种做法我真的是有点不理解啊 所以说呢 大家用是可以用 这手机已经有点弯了啊 大家看一下已经有点弯了 是不是 所以说 防弹膜啊 是为了保护 屏幕啊 并不是说让你买回去砸手机 因为手机会被砸弯掉的啊 好那今天这个 教程就到这边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别什么 我先下网 你 tad 我先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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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先下网 我先下网 你是 我先下网 姐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